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很晚的时候 我考虑了很久 打开微信 连开对话框 对着聊天至今的那个人 打了一架的几个字 最近好吗 挺好的啊 那你幸福吗 你对我的好 都来不及回报 哈哈 你怎么了 我挺幸福的呀 之后我沉默了很久 没有说话 看了看 我和他简短的聊天对话 犹豫了半天 又狠心闭着眼睛 上了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连同我们之间 紧承的 通讯方式 有那么一瞬间 我发现我有些后悔 因为伤了他 我再也没有办法 透过朋友圈 看他的生活 偷偷存下他的照片 因为我再也没有办法 有一搭每一搭地和他说话了 然后在网上 带一句寻常的晚安 他是我微信列表里面的心急好友 他的所有取动都能够引起我的注意 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 我的目光 永远追随着他的脚步 但对于他而言 我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都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爱情能够跨越年龄 种族 距离 我也深信不疑 只是有时候的爱情 都是一来一晚的相互关系 我可以为你一晚情深 可以为你翻山越岭 甚至我可以为你 遗到尘埃里 但是我希望 我也能从你那里得到 一丝回忆 哪怕只是一点 我从不在意一段恋情中 谁先追求谁 或者谁付出的更多一些 我甚至觉得 能为爱的人 做一些事情 是一种甜蜜的欣扰 实际所有的爱情 都是不对等的 但至少我想 面对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 我也应该 早日收拾 自己的付出和深情 何必卑微 何必 落入尘埃 落入尘埃 爱情不是一种 那么难猜的东西 它爱不爱你 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 千万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也别再为一个 根本不在乎你的人 亲近所有 很抱歉 我对你的爱 要收回了 我不后悔爱你 也不后悔自己所有的付出 但我知道 你并不爱我 那么我一定会 适时地收起 对你的那份爱 然后掉头 尽管我们已经 各奔东西了 但我由衷地希望你 可以幸福 而我也要去找 属于我自己的幸福了 很抱歉 我对你的爱 要收回了 只愿此生 各自安好 不再打扰